嗨 大家好 我是Space Cycle的Ruci 嗨 我是Space Cycle的Channy 我們今天要來練習了 我們今天要練習的是什麼呢 是透過站姿的練習 然後再一次啟動你的下腹部 同時我們會啟動你臀肌外側的肌肉 然後找到你身體的協調性 準備好今天一起練習了嗎 Channy 我準備好了 首先讓我們回到站姿 兩腳打開骨盆寬 指尖和膝蓋朝向前方 脊椎延伸拉長向上 手可以先回到你的腰上 在這裡我們會深吸一口氣 吐氣的時候先把膝蓋彎曲骨盆往前轉 記得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下腹部都保持往內收 然後用你的三顆手指頭 掌心朝內三根手指頭 扣住大腳趾 再輕鬆簡單的練習的部分 是一直保持膝蓋彎曲 如果是進階的 我們會像Channy老師一樣 慢慢把膝蓋推遲 吸一口氣 胸口往前延伸 脊椎拉長 你的背是打直的 找到你的重心轉移到左腳 先確定左腳才穩 吐一口氣 將下腹部往內收 然後慢慢將你的右腿離地 下腹收好喔 吐氣 緩慢的回到地板上 踩穩地板 一樣你可以保持屈膝的練習 或者是直膝的練習 在吐氣的時候 下腹部再次往內收 重心落到你的右腳 再將你的左腳抬起 高度你自己決定 沒有一定要到什麼樣的高度 才是做一個完整的練習 然後吐氣的時候 慢慢把你的腳再次踩回到地板 手解開回到你的腰上 吸一口氣 腳往下踩身體往上 帶回到站姿 吐氣放鬆 今天的練習你學會了嗎 在我們今天的練習過程當中 我們有啟動到我們的下腹部 啟動到我們的臀肌 啟動到我們的大腿 在今天的練習動作當中呢 我們建議在一天的練習 單腿提起可以停留三到五個呼吸的時間 然後一整天練習你可以選擇分段三回合 在五個呼吸的地方 最早我在這裡 你會選擇 程度到六個ynn stay 你會選擇